8月16日,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75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,令该立法正式生效。 主要措施包括300亿美元用于太阳能电池板、风力涡轮机、电池、地热发电厂和先进的核反应堆,包括10年的税收抵免。 取代短期的风能和太阳能信贷。 270亿美元支持清洁能源项目,特别是在贫困社区。 200亿美元用于农业领域的减排。 600亿美元用于支持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社区,包括拨款支持零排放技术和车辆,减少公路污染、公交车站和位于贫困社区附近的其他基础设施。 90亿美元的退税用于美国民众购买和翻新能源效率高,安装节能电器的房屋。 10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抵免,用于建设制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工厂。 购买新的清洁汽车可获得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,并首次为年收入最高达15万美元的家庭提供4000美元的二手电动汽车抵免。 美联储8月17日公布了7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的纪要文件。 纪要显示,与会者一致认为未来的加息将取决于获得的数据,并认为在某个时刻放慢加息步伐是合适的。 但在通胀大幅下降之前,他们可能不会考虑撤回加息。 联邦基准利率的2.25%至2.5%区间在中性水平附近。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,劳动力供应状况不确定,很难预测劳动力参与率走向。 高通胀或许能迫使部分民众返回工作岗位。 劳动力市场需求仍然强劲,就业岗位充足,预计休闲和酒店业方面的就业将出现更多复苏迹象。 但他并未就利率发表评论。 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法官8月17日裁决,CVS、沃尔玛及沃尔格林三家药品零售商,必须向俄亥俄州的两个县支付总计约6.5亿美元,以解决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。 这三家公司在特兰博尔县和克莱县两县大量售卖阿片类处方药物,造成当地数百名居民死亡。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联邦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判决这三家药品零售商对两县出现的阿片类药物泛滥负责。 由于高温导致的能源需求激增,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ISO8月17日发布全州FLEX警报,呼吁节约用电,以防止大规模停电。 FLEX警报将于周三下午4点生效,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。 ISO表示,预计大部分需求都来自空调的使用,下午晚些时候和傍晚时分是电网压力最大的时候。 在警报期间,减少能源使用可以稳定电网并防止出现紧急情况。 在警报期间,ISO建议,如果健康状况允许,将恒温器调到78华氏度或更高,避免使用主要电器,关掉所有不必要的灯。 在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下,英国7月份通货膨胀水平创下新高。 8月17日,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,7月,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10.1%,增幅创1982年以来最大。